对于普通人而言,欠钱了就是债务,但对于大老板,富豪们来说,这些债款可是他们的资产,因为他们会利用这些金钱,创造出更多的利润,而大部分人则是将钱存在银行赚取利息,然后银行借给富豪债钱生钱。 这就应征了一种说法,成钱越存越穷,借钱却可以越借越富,富豪负债是为了增加资本投入,极高产出富豪投资得利,还完钱还赚了钱,普通人则拼命工作还钱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 中国是有很多富豪有签银行钱,比如,王健林、马云、刘强东等人都是有签款的,而且负债的数量很大,王健林的万达2017年负债4205亿,马云的埃里巴巴截至2017年第一财季,负债265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1674亿人民币。 刘强东的京东2016年负债了171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1000亿以上,马化腾的的腾讯2016年负债2096亿人民币,新手富水家印的负债,更是高达8000亿,但不可以盲目地认为贴钱就能产生资本。 富豪们利用投资,将这些钱迅速融入到市场之中,从而串取回报,但普通人想要做到这些就很困难了。 富豪有能力借居款,也有能力还算居款富豪们借款,都是自身有一定资本的,银行是不会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把这些钱借出去。 银行放出贷款不会随便放大,银行会对申请贷额贷款的个人或者企业做风险测评,只有确定贷款人有能力偿还贷款,同时未来收入乐观的情况下,才会将钱贷出去。 所以富豪们负债一般都是建立在资产的基础上,有资产做保障,才能跟银行有跟几千万,跟富豪们有相似之处的。 美国,美国这个国家,可以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豪国家了,但它也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债务。 从最新消息可以知道,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GDP的103%,虽然人们一直认为庞大的债务会把美国压垮,但是美国经济依然横勃向上,最近美国发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GDP增速,达到了4.1%,打了昌山美国的人一巴掌。 由此可见,富多人钱皆是负债,富人钱是资产,如何用借来的钱,创造价值,而不是花出去负债,借钱目的不一样,过程结果自然也是天超地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